纳吉吃鸡饭 没扫描MSAGATERA 警方将传召他去 喝咖啡 凯里在和纳吉的一次 口舌争论中 爆料指纳吉 无缘无故取消 接种疫苗的预约 火箭射清团 全国署理团长张玉刚指出 纳吉无故放飞机 接种预约 已经触犯2021年 紧急状态传染病防范 即控制法令 他发布声明指出 纳吉竟然厚颜无耻地 把取消预约理由 说是为了让给前线人员 然后又改口说要效仿 凯里接种Sinovac疫苗 仿佛把医务人员当成自家工人 这种浪费医院资源和人力的行为 不过是虚伪的假人假意 他说 根据卫生部长阿德汉的声明 政府最新法令 第31条文 任何插队或爽约接种疫苗的人士 为例者将面对最高5万令吉罚款 或最高监禁6个月 或两者监视的惩罚 这是为了避免浪费疫苗资源 时间和人力的行为 因为医院在预约之后 必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他敦促执法单位 应该秉承公众透明的执法标准 彻查此事 尤其针对大官贵人的违法行为 都能够一视同仁和拒绝双重标准 张玉刚要求促执法单位 秉承公众透明的执法标准 彻查纳吉爽约事件 也警惕所有人士 尤其是高官险要 认真对待疫苗接种之事 另外纳吉 由于走进鸡饭店 没用Sagite Terror 应用程序扫描登记 结果因违反 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SOP而遭外界批评 不过纳吉承认 自己确实犯规 并要求向他开罚单 纳吉直言 我做过 我承认 纳吉在面子书撰文时解释 他确实在星驰名 鸡饭店Chi Man用餐 还说这餐厅 在吉隆坡很有名 很多穆斯林都慕名而来 关于登记的事 我到了餐厅后 直接走进去 我承认这次 我做错了 其他人有登记 而我没 平时呢 我都有遵守 所有SOP 没关系 我要求执法当局 针对我无星之过 开出罚单 他说 国盟部长在两天前宣布 没用Sagite Terror 应用程序扫描登记 就罚款1500令吉 我在七天内还清罚款 有50%折扣 就是缴750令吉 我是自愿缴付罚款的 我的字典里 没有双重标准 其他人 其他政党 其他部长呢 我就不懂了 警方将针对纳吉 违反标准作业程序仪式 传召他路供驻查 京马警区主任莫哈莫 在纳助理总监说 纳吉被指导该餐馆 用餐没有测量体温 和用Sagite Terror 应用程式签到 以违反有条件 行动限制令 他今天发文告说 警方援引1988年传染病预防 及控制法令第21A条文 和2021年 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条例条 县令第四条款调查 近期内 也会传招 所有相关人士 路供驻查 莫哈莫在那说 一旦完成调查 报告会提成检控组